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中国的一家人工智慧初创公司DeepSeek日前发表了RE模型,成为人工智慧界热议话题。 尽管RE占用的资源和运算能力更少,但它的功能和准确性与美国同行相比,似乎对整个人工智慧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胜利。 但这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好消息。 半导体巨头,辉达,发现自己正面临DeepSeek近期成就的不利影响。 根据各大交易市场的数据,这家晶片巨头辉达的股价从1月底突然暴跌了16.9%,市值缩水了近6000亿美元。 但其随后又再次涨回一部分。 有人猜测DeepSeek模型的发布之所以会影响辉达的股价,是因为RE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 即AI模型并不一定需要昂贵的高级晶片或硬体来构建令人印象深刻的模型。 这对于辉达这样的晶片制造商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一切发生的事件很有趣,因为就在1月上旬,美国前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进一步限制美国生产的先进人工智慧晶片向某些国家的出口, 并几乎全面限制向中国等国家出口晶片,即DeepSeek的总部所在地。 不过在当时,辉达表示,这项行政命令史无前例且具有误导性, 并将破坏全球创新和经济增长。 所以在此后,川普总统推翻了拜登的行政命令, 并签署了另一项行政命令,以创建星际之门专案, 这是一项基础设施计划,将向人工智慧资料中心 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 对于DeepSeek带来的巨大震撼, 辉达发言人表示,中国人工智慧AI公司DeepSeek的进步表明, 辉达晶片对中国市场的可用性, 未来将需要更多的辉达晶片来满足DeepSeek服务的需求。 DeepSeek是一项出色的AI进步, 也是测试时间扩展的完美势力。 DeepSeek的工作说明了如何使用该技术创建新模型, 利用广泛可用的模型和完全符合出口管制的计算。 推理需要大量, 辉达GPU和高效能网络。 它们现在有三个扩展定律, 预训练和后训练, 它们将继续, 以及新的测试时间扩展。 由于辉达声明并未挽救股价, 该股一度盘中暴跌超17%, 杀成一滩死水。 投资人仍旧担心, 中国DeepSeek与OpenAI等竞争对手相比, 使用的辉达晶片成本远少于美国公司。 DeepSeek表示, 其最新的人工智慧模型之一的训练成本, 仅为560万美元。 OpenAI的GPT模型的训练成本超过1亿美元。 DeepSeek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 它使用了大约2000个挥达的H800晶片, 这些晶片的设计目的是遵守美国2022年发布的出口管制措施, 但专家指出, 这些晶片片几乎不会减缓中国AI发展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 Scale AI执行长Alexander Wang表示, DeepSeek拥有约5万个H100晶片, 而不是他们DeepSeek声称的1万个A100, 但因为违反了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 所以DeepSeek不能谈论这些。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同意WAM的评估。 兰德公司技术分析高级顾问Jimmy Goodrich表示, 中国至少有十几台大型超级电脑配备了大量挥达晶片, 这些晶片在DeepSeek用来学习如何提高效率时是合法购买的。 运算效率也是美国AI公司关注的重点。 Goodrich则表示, DeepSeek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他们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模型构建, 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运算能力, 天知道他们会有多强大的能力。 由于受到美国晶片出口限制影响, 汇达向中国特供H20晶片。 虽然这些限制限制了该晶片在人工智慧训练中的用途, 但Goodrich表示, H20晶片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推理晶片。 华府还会允许这类晶片卖给中国多久? AI模型可能开始需要比目前使用的更少的晶片和能源, 数百万AI晶片片可能成为空谈。 投行Raymond James认为, 如果DeepSeek的创新得到广泛采用, 那么即使在美国的超大规模企业中, 模型训练成本也可能会大幅下降, 这可能会引发一些人质疑数百万个XTU GPU从极需求。 汇达执行长黄仁勋去年曾表示, 没有物理定律限制AI资料中心扩展到百万晶片, 现在可以将AI软体扩展到多个资料中心运作。 他们已经为能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扩展计算做好的准备, 而且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 黄仁勋预测在未来十年, 运算效能每年将翻倍或三倍, 而能源需求每年将减少二至三倍, 他称之为超摩尔定律曲线。 除了Deepseek开始搅局全球AI市场, 据Marketwatch报道, 华尔街一直在寻找挥达的潜在替代者, 而一名分析师提到了一间在这方面较少被讨论的重量级公司,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根据D.A. Davidson分析师Dale Loria的说法, Alphabet悄然拥有对挥达GPU最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Alphabet生产的张量处理单元TPU, 是其专为机器学习任务设计的加速器版本。 Loria表示, TPU是挥达GPU的可行甚至可能更优秀的替代方案, 例如苹果就选择它们来训练模型。 尽管Loria对Alphabet的晶片技术给予高度评价, 但她对Alphabet股票的看法却相对保守, 给出中立评级。 她在最新报告中对Alphabet提出了批评, 认为该公司在估计达4兆美元的硬体市场中 未能积极把握机会。 Loria认为, 该公司似乎并未积极追求这项机会, 并指出Alphabet一贯让外部开发者难以接触 和有效利用TPU, 这形成了一个瓶颈, 限制了它们的商业可行性。 相比之下, 她认为, 挥达拥有一个强大的开发者生态系统。 除了对4兆美元硬体市场机会的讨论, Loria也提到了其他一些大数字。 例如, 她估算Alphabet的TPU业务, 与Google DeepMind人工智慧业务的价值加总可能达到7000亿美元。 作为对比, 挥达的市值约达3.5兆美元, 而挥达的竞争对手AMD生产, GPU, 但没有内部类似DeepMind的业务, 其市值约为2000亿美元。 在Loria看来, Alphabet的TPU业务未能充分发挥潜力, 不仅仅是因为开发者策略。 她认为, 该公司应考虑分拆业务, 以更好的实现其多个生态系统的价值。 根据Loria的分类加总估值SOTP模型, Alphabet的总价值为3.5兆美元。 其中, TPU和DeepMind业务的估值加总超过7000亿美元, YouTube可值3000亿美元, Google Cloud估值接近7000亿美元, 而搜寻与网络业务的估值为1.3兆美元。 Loria给予Alphabet股票的目标价为200美元, 与该股目前的交易价格大致相同。 Alphabet目前市值约为2.46兆美元。 但Loria也指出, 如果投资人不以这种估值方式来看待公司, 那么这样的估算可能并无实际意义。 他们在等待该公司表明, 有意愿将这些SOTP价值的一部分释放给股东。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